歡迎各位益友全面進場 話說最近中國不斷提倡所謂的內循環經濟 但是有兩個行業似乎為著內循環經濟敲響了警號 分別是銀行業和快遞業 究竟這兩個行業發生了什麼事 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益友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看看銀行業的問題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公佈的第三季度經濟增長報告顯示 明明中國經濟取得了4.9%的增長速度 照計金融和銀行業都會有相應的增長 恰恰相反 原來五大國有銀行在上星期五公佈的財政報告顯示 他們的利潤和壞賬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惡化 五大國有銀行之首的中國工商銀行 在第三季度的盈利 雖然比起第二季度的斷崖式下跌有所改善 但是跌幅仍然高達4.7% 即是說已經連續三季下跌了 好了 跟著中國交通銀行又怎樣呢 他們就說頭三個季度的淨利潤 比起去年下降了12.3% 在五大行當中 至今仍然未擺脫得到淨利潤雙位數下跌的銀行 而且交通銀行的不良貸款率有1.67% 較去年上升了0.2% 至於中國銀行方面又怎樣呢 他們的淨利潤就比去年下跌了8.7% 而集團資產減值損失接近1,000億元人民幣 負債總額有22.6萬億元人民幣 至於二十五大國有銀行當中的另外兩家 分別是中國農業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 他們的壞賬都有上升 而且利潤同樣下跌 換言之 來到今年的第三季度 中國五大國有銀行的業務 其實仍然未能止跌回升 好了 根據中國媒體報道所說 在今年上半年 至少有1300家銀行網點和分支機構 遭到關幣 而四家國有銀行 合計裁員了2萬6千人 而另外根據證券日報報道所說 在數量龐大的非上市銀行當中 虧損的企業佔比高達七成半 正利潤跌幅超過一成的企業 還有31家 所以大家就看到 中國的銀行業 出現了頗大的問題 但是根據路透社的報道所說 中國的銀行業 目前仍然未能反映到 在武肺大爆發期間所產生的負面因素 路透社就說 中國銀行業的企業貸款償還壓力封值 要到明年年中左右才出現 即是說 現在還未爆得很厲害 還有得繼續爆下去 佳因就是在武肺爆發期間 中國政府為了盡快控制疫情 和減少企業的損失 就做了兩件事 第一 就是引導銀行降低房貸的標準 即是所謂的按揭 第二 就是在武肺爆發的高峰期 要求銀行延遲企業償還貸款 以增加經濟的流動性 如果路透社這個說法是屬實的話 大家就可以想像一下 中國官方的經濟數據 就說第三季度有4.9%的增長 但是 銀行業其實就是春光水暖鴨先知 如果銀行業都衰退的時候 仍然是在經濟上取得這麼高的增長速度 即是說 肯定有其他行業他們的表現是出淚拔水 特別飆青 但是 究竟大家找不找到一個這樣的行業 究竟是高科技行業還是製造業 但是似乎現在的外貿訂單 還未能夠完全回籠 而且外國到現在又說要封城 經濟又未復甦 聖誕節的訂單基本上 比起去年跌了很多 究竟 為憑什麼可以拿到這麼高的增長速度 究竟這個數字 有沒有水分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好 接著再講一下快遞業 這個總結 截至上星期六為止 在新浪的微博上 快遞罷工的話題 已經有超過一千三百萬個月 有一萬三千個留言參與討論 而在百度鐵巴當中 相關的貼文也有十二萬四千幾篇 涉及的公司涵蓋所謂的四通一達 哪四通呢 就是有中通、元通、新通和百世匯通 那一達就是雲達 但是這些快遞公司分別都公開回應過 就說整體運作是正常的 只不過有很多消費者 紛紛在網上留言表示 他們的快遞郵件遭到不同程度的延誤 同時也有淘寶商家證實 某些區域的快遞是需要停發的 那究竟快遞行業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根據大陸的自媒體報道所說 快遞行業已經是肖然上演一場罷工潮 比如說這個百世匯通 在深圳龍江的業務員 最近就集體辭職了 至於在勞州方面 多個快遞網點已經超過三個月沒有出糧了 網點癱瘓了接近半個月 而另外根據三雙都市報報道所說 就說湖南長沙的雲達快遞 有個別的服務點因為經營不善 而導致有大量的快遞延 雕塞和積壓著 而且快遞員的工資也被拖欠了幾個月 有快遞員就向記者說到 個別的服務點已經拖欠了二十多名快遞員 合共三十多萬工資 而他本人自從四月到現在 都是出得五千元糧 究竟中國的快遞業出現了什麼核心問題 為什麼會搞到這樣 又要拖樑 又要擠壓著郵件 明明有很多事情要做才對 這麼多郵件 原來有一個已經關閉網點的前加盟商爆料 說他虧損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為要虧本來收件 以及要面對各種罰款 他就說快遞公司的總部 會將發檢指標定得很高 甚至乎是高於網點的實際處理能力 若然那個網點是完成的時候 不僅要面臨巨額罰款 而且發檢成本也會相應上升 導致出現大量的虧損 按照這種說法 其實就等同於另類的割韭菜 因為總部故意定到發檢指標 是那個網點根本沒有能力處理得到的時候 你只是屈他來罰款 對不對 而且也是等同於 將不同快遞企業之間的價格佔成本 轉嫁到這些加盟商的身上 這樣就無異於推人去死 到最後受害的是什麼人 當然就是那些基層的快遞員 樑又被拖 所以根據這篇報道所說 就說在過去半年 已經有不少快遞員轉職 多數就去了做外賣的速遞員 同時也反映到 當大陸的網購業務發展得這麼蓬勃的時候 當商家和消費者都享受到這麼低廉的快遞價格的時候 原來他們的方便 就是建築在這群快遞員的痛苦之上 就是要靠剝削這群快遞員 來降低價格 根據這個加盟商所說 就說部分的快遞網點 為了完成總部提供的任務 就只能夠是低價和蝕本來收件 不斷來壓榨成本 但是自己就蝕得入獄 當總部任務量越定越高的時候 部分的網點如果真的沒有辦法完成的時候 但是他又為了要避免罰款 於是他們就開始想一些辦法 有些網點為了完成任務 就只能夠是靠發這個胸包來應付 表面上就是來完成總部提供的任務量 所以這些其實就是靠騙的 完全不是在做一些實際的業務 為了避免罰款就發一些胸包出來 我真是很質疑一件事 究竟這些虛無的事情 有沒有計算到大陸的GDP的增長幅度裡頭 這些根本上是水份 剛剛才 而且這些很可能也是冰山一角 一個行業都已經有這樣的事情 大陸幾百個行業這麼多 各自發出這些概念 你說那個水份是有多少 好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